長崎縣烏原市這條街坊舊街 有一間很古老的銀座食堂 爸爸特地來,到底做甚麼呢? 來到長崎縣島原市 有一間小店一定要來光顧一下 好像超和年代一樣 吃的東西都是,就是為了它 這碗東西是島原原特色的香土料理 用小桃鍋興著上 裡面粒粒粒粒的 咦?就不是在湯上這粒這麼像魚蛋 這個巨雜煮,島原人吃了幾十年 究竟是甚麼味道?馬上試給你們看 嗯,肉,鹹鹹的 它有雞蛋,有些獅子狗,有些魚,有些冬菇 中間那粒是鹹湯丸 其實是我們鹹湯丸 巨雜主之所以這麼人氣 因為有明星效應 2008年日劇《虛幻的邪馬台國》 就是這裡拍的了 日本主婦殺手凌小路 和女主角吉永小八俠 將銀座食堂這個巨雜主 變成殿堂級名物 現在食堂還保留拍劇時的面貌 真是這麼多年都沒變過 下次來長期抽時間過來 嗅嗅這股超和味 所以就回來了